或者我的失败可以帮到怎样去定义成功 受了两绿板和感染了一个粗糊症令我读不成书 和保不住任何工之后 我拿着可以买这些 这些 这些给别人 或者这些便宜的刀件变成这些和这些 去定义了我反作用性的成功 将别人给我去做些我才做到的东西 用不少钱 都是人来的 真心的我作为成功人的 逼我快乐 亲切关于 数到的钱证实着 感受到的好感做了我的成功的实在 但是 每次有人说成功就次买流 不会生气 问题是否人家说了什么 我自己被踩到 所以我决心要寻找一对没任何阻碍遥远地一眼看 创造物质之理之天 去A&G 然后 有了很多会讲真话的朋友和前辈的帮忙 我99%的感受状态 不单止少了很多力 少了很多失败 用多了一些成功 在外国久不久就可以一日泡 一个刀子 就是200美元的拿中文 不用再被人炒的生活 但是 现在有老婆说 因为妈妈25年前帮我去管 她可能剩下5年 我们已经没错多时间了 他们想回来 我可以蒙蔽自己画 自己的快乐 是不应该以教别人的行为的 我没有 我看清这件事 整个 我数年忽略了留意父母 有没有在背后为我难过 整个 爸爸想救我 因为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 我会后悔一生 我整个 实现尽责的 懂得被救的儿子的定义 比实现我那时生活方式的感受更真实 所以 我的成功就是我的朋友和家人 和他们可以帮我 我找到万物的定义的能力